大家好,今天分享我种的丝瓜 这是12月2号拍的视频 丝瓜还在生长 刘总的丝瓜有的早已经变黄了 进入冬季了,丝瓜还在结瓜 我这里现在白天最高气温在14-18度之间 晚上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 我在美国10A种之区 温度低,丝瓜也长得慢,也就长得小 这么大就能摘了 这棵上面没有留总的丝瓜 所以结的瓜还挺多的 这几个瓜都是这一棵上结的 留总的瓜会继续吸收营养 就会影响后面结瓜 即使有结小瓜也不一定能长大 朋友们想留总的话就集中几颗留总 剩下几颗不留总就可以持续吃到瓜 变黄的瓜应该不会再吸收营养了 外皮变黄已经完全失去水分了 像这个外皮绿绿的还挺沉的 还含有很多水分 还有新叶长出来,瓜都是在新长出的枝叶上 这是新栽的两个瓜 这个是前几天栽的,能吃一顿了 我们对丝瓜的认识它是喜温耐热的蔬菜 一般认为天气转凉就不适合丝瓜生长了 我这里现在晚上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 丝瓜还在长出新叶 也有开花,还有丝瓜结出来 进入12月,气温会进一步的下降 晚上最低气温会到零度附近 丝瓜是短日照蔬菜 对光的强弱要求不高 强光弱光都可以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夏季只长叶子没有结很多瓜 反而丽秋后,日照时间越来越短 结瓜多了起来 丝瓜种子发芽温度要求比较高 要求在30度左右才能快速的发芽 如果要早种的话,就需要提前催芽 我的体会是种丝瓜不需要早 到5月6月再种也不迟 可以等到有些菜,比如大蒜,洋葱,甜菜 这些过冬蔬菜收获后,作为后茶种上 这样更能有效利用土地 我这几颗丝瓜就是在收了大蒜后种下的 我是4月15号在育苗盒中育苗 种子没有泡水催芽,直接种上的 15天,4月30号出苗 在育苗盒中长了一个月,移栽到地里 移栽到地里时,已经6月份了 气温已经慢慢升上来了 丝瓜会生长得很快 短日照植物对光的要求不高 所以可以种在家里遮阴的地方 夏天可以提前开花结果 现在我们把刘总的丝瓜栽下来 开始我是想把丝瓜拉秧了 所以绿色的大瓜也栽了 这样绿的还挺重的 还有水分的也纤维化了 黄色的瓜水分都蒸发了 变得很轻了 看到还有芯叶长出来 还有很多小瓜 还是没舍得拉秧,决定还是留着 就剪一剪黄叶和老叶 等再收几个瓜再说 其实种菜我比较喜欢细水长流 不要一下子收获很多 小家庭也吃不了那么多 看看他们是否能度过寒冷的12月和1月 12月底到1月 晚上最低气温在零度附近 给丝瓜做一个抗寒测试 黄色的外皮已经变干 很容易剥皮 里面就是丝瓜落 丝瓜落有很多用处 我家主要就是用它来刷碗 丝瓜落有吸附油脂的作用 用来刷碗特别好 剪成一段一段的做成刷碗布 这里面有很多籽 收集起来明年继续种 我还挺喜欢这个丝瓜品种的 这一个就剪了四段 一段能用两个月 有两个就够一年用了 丝瓜的用处有很多 我也分享过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 煤变黄的瓜里面也纤维化了 籽也变黑了 晒干后再剥掉皮 也一样使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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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